一,寒气过重的疲累虚弱形,常见味腕炎也做痛,气门起暗,饥饿疼痛加剧,进食后疼痛缓解,呕吐精水,手足冷,大便稀烂,舌太蛋白,卖细弱,随健用药,可用黄芡15克,柜芝15克,白烧15克,白竹15克,早生15克,枝干草6克,干浆6克,放下10克煎水浮, 忠诚要代表药物小剑中颗粒,可温重补虚,三三指痛,二十指味痛行,常见上腹部外脏门左痛,爱腐散食物气味,大便烂,而不畅怀,主要是由于进食过多或过逆食物,到这场消化不了,喜欢吐出一些食物或者放屁,过后游缓解,推荐用药,手水饱喝完,升起剑味颗粒,剑味消食片,三,其余气质味痛, 痛行,味腕胀痛,累积两肋骨,喜欢含气,叹气,疼痛,与精神情绪有关,也就是常说的甘味复合,推荐用药,常见药物食材,不输甘丸,反之小摇完,气质味痛颗粒,味酥颗粒,四,瘤血味痛行,味痛加剧,如针刺一样,痛楚不定,至暗,大便色黑,有较长的味痛史, 也疗活续化与止痛为主,推荐用药,可用芙荒9克,五菱之9克,乳香10克,墨药10克,辣山15克,玄虎15克,船瓢15克,水煎服,也可以用三西粉3克冲服,每日2次,或者云南白药2克冲服,每日3次,胃痛是肠症病,多发病, 但必须增轻寒热之时,春节期间,大量饮酒及没有节制性饮食,导致的脾胃痴寒性,即时致胃痛行胃痛最为常见,提醒大家,只有对症用药才能收到好的效果,症状不明,耐服药反而会增加痛苦,通过引上介绍,相信大家对胃痛的分类会更加明确,在生活中出现胃痛,会正确的选择交误了,建议调整生活状态, 生活规律,定时进餐,不要抱也抱食,不要吃冷的,辛辣刺激辛食物,进酬烟喝酒喝咖啡,多参加户外运动,保持好的心情,多吃清淡养胃的食物,如能做到以上几点,绝对能还你一个健康的外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